大家好!欢迎收听整项部的节目 这里有我,以德堂洋和家餐生的 各位网友好 如果大家觉得这节还可以的话 希望来点赞、订阅和分享 好,今节就回来和大家说一些好笑的东西吧 家餐,你有没有用过气炸锅或 airfryer? 也有,家里有一个用过一两次 是的,我也是 我用过一两次之后很烦 就觉得又要洗又不方便 炸的东西又好像不够脆 可能我不会用 之后我就放在一边没有用过 那个气炸锅就铺了一层 我也是炸不到,搞不定 这个产品很多西人用我都没想到 主要用来炸薯条的东西 我不会用 我不知道,我试过放几个鸡件进去 打算做个炸鸡 谁不知就炸到一坨的东西 所以不知道怎样 不过气炸锅怎么说都好 你用油又少 其实总体来说都方便的 炸薯条我觉得炸得都不错 只不过我做炸鸡的时候 可能用得不太恰当 所以就没有成功了 再加上我又不是经常吃薯条的人 所以我都没什么机会用到它 不过这样 英国最近就有一本的评测雜质 就好像我们香港的消费者委员会 他们有一本雜质 久不久就会推出 主要就是测试一下市面上所售卖的产品 他们的性能、价钱 做这些比较的 英国这份可以说英国版的 这个消费会的雜质就叫做Witch 最近他们就刊登了有关气炸锅的评测报告 特别的就是 其中评测了小米牌的气炸锅 但是很贱格的就是 就说这个中国製的小米牌气炸锅 是可以监视一般人的举动这么厉害的 对不起 怎么办? 他有眼睛的 那里有个小小的镜头发觉 可以监视你煮什么饭 然后就估计到你 计算到你这个大数据 你英国人究竟有多少薯条 吃多少薯条 是吧? 我不知道啦 小米气炸锅 可以监察人 英国人一举一动 这个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 不单止是小米乃野 这份杂志还说 Corsori 和一个叫EgoStar 这三款都是中国的品牌 都是属于智能器炸锅 说可以很精确地知道用户的位置 以及可以和你的手机连线 再从你的手机上的录音 传送到在中国的伺服器里面 你说得这么客人也有 那你不连线就可以了 老实说你不就不用WiFi连线了 就是同一样东西 Samsung也有 有这些肯定有 什么智能冰箱 是需要连线的 要用WiFi连线 你连线了 你好像气炸锅 连线了 炸完东西就立刻用手机通知你 就是这样的功能 也不是说没用的 听起来好像没什么用 其实也有用的 例如你住的房子有上下层 下层是厨房 在炸锅 炸人家的东西 你又跑到楼上做其他东西 就可以透过手机通知你 你炸锅炸完了 就是这样的 功能就没什么 其实这个所谓智能是很少的 而且肯定就不会收集很多数据 但是他就说到似层层 那我们再看这份英国雜誌 Witch是如何评测它 他就说可以透过它的透明度 数据安全 以及数据的量化 以及追踪数据方面 来都进行评测的 而最后得出的评分 他就说这三个 来自中国的品牌 他们的打分分数最低 所以就可能 说这三个品牌 会导致私隐洩漏的可能 是这样的 即是看科幻片太多了 其实摆明是打压你 说得就说 写高的东西 不单止这样 里面内容更特别 点评出小米的气炸锅 可以透过你手机的应用程序 然后就连接到Facebook TikTok等等 计而就可以将你的资讯 令到Facebook 或者TikTok 可以有针对性的 向你输出广告内容 例如你经常吃薯条 气炸锅就可以将那些资讯 传送到手机 再由手机收集起 再传送到中国的伺服器 再由伺服器 甚至乎分发到Facebook TikTok 这个人很喜欢吃薯条 发多些薯条广告给他 就这样了 这就非常好笑 不单止这样 还能够将用户的定位 那个位置 传送到中国的伺服器 使用户的实际位置 都会暴露在中国的伺服器底下 甚至乎可以由中国政府 登入或者提取这些数据 真厉害了 又来干什么呀 老实说 你什么事啊 说真的 你什么事啊 原来蝴蝶效应 你吃了薯条 这个中国会有大地震 所以就要监视着你 让你以后不用吃薯条 不是这样而已 可能啊 不知道 他说到刺层层 不单止 另一个品牌 Egostar的品牌 就是当你打开这个气炸窝 再用这个气炸窝 和你的手机应用连线的时候呢 当你在设立那个账户的时候 你需要将你的出生日期 和性别都输入进去 于是乎你的个人资料 就会直接传送到 位于中国的伺服器里面 如果不说 我以为这个不是销委会 这档事其实是 这个MI6 可能是造谣会 即是情报局 我们这里的情报局 什么东西都说是 跟中国有关 总之小小东西都说 有国安风险 不知道 以为你是国安风险评估 组而已 是啊 就是说到刺层层 我贵死客人 之后还说 我们有实质的证据怀疑 这些背后的智能科技製造商 以及他们在背后的合作公司 会以不顾一切的方法 来收集消费者的数据 这种做法 是缺乏透明度的 好笑 我说你Facebook X 那些社交媒体 哪一个不收集 Instagram Instagram 全都收集的? 是的 你用的Tesla也会用的 如果你们开Tesla也好 你们开任何电动汽车也好 他叫你下载APP的 现在你开Toyota Hybrid也要下载APP的 现在很多的 全部都智能化的 很多车都有的 你和你的手机连线在一起的 不过是这样的 这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会存在着风险呢? 一向以来就是 中国的东西就信不过 英国或者美国的公司 不存在这种问题的 因为他们有很完善的法律制度 去保护着大家的私隐 所以你放心吧 但是不是的 你看看美国 美国才是收集了很多用户数据 甚至乎 在过往连一些国际的领导人 好像是 上一任的德国总理默克尔 都被传出 美国是有监听他的 对不对? 这些东西 怎么算呢?怎么算呢? 不过由于他们都是西方国家 所以就一笔勾销了 没有再继续追究下去了 但是现在好笑到就是 连中国生产 中国品牌的气炸窩 如今已经成为 监视英国人的工具了 老实说 如果我是英国人 想得深一点 我被中国监视 中国未必搞到我了 我被你英国美国监视 你们要搞我的 立即搞到我 是不是? 这个真的 不如用中国那个 至少碎谷找不到我 这个真的 就是说我们监视了你 你一天竟然吃四餐炸薯条 五餐炸薯条 原来你在这里 找到钱了 原来你暗中开餐厅 大件事 你还没交税 大件事 当然是用中国货 他查不到你 对 就是由中国收集的数据 比西方收集的数据好 变成了 当然了 出现这些这么搞笑的新闻 也有记者访问过小米 而小米的发言人 当然也哭冤 可以说是 简直是冤枉 这些东西 而且小米也特别提及到 他们的产品全部遵守着英国所有的数据保护法 更加是不会向第三方出售任何个人数据的 还有就是 小米出的气炸窝 是没有收集数据的这个功能的 哈哈哈 很笨的 为什么呢 小米的气炸窝是可以和你手机的 小米的形容连线 不过连线来只是仅限于拿来做通知 不收集数据是很正常的 也都不需要收集数据 如果你的手机是会向用户收集数据 通常都是会首先询问用户 要得到用户批准才行的 这个是在手机上 那个批准系统的OS上面就能拦截到的 如果你的应用是需要收集数据的 必然会弹出一个视窗 去问一问用户要不要分享这些数据去应用到的 所以那个问题并不存在在那个应用上 如果真的收集数据的话 你使用手机就已经在收集数据了 其实就 例如好像背后的制造商 手机制造商Samsung 或者苹果 他们本身就是收集数据的最前线 因为所有应用都要先放在手机上 就不是那个应用 去首先收集数据 是要那个Operating System 那个OS能够提取数据 分享给那个应用 那个应用才可以收集数据 事情是这样的 技术是这样的 但是就很不幸的 有些不学无术的盲模 竟然在英国的销委会里面做评测 还说到中国制的气窄 全部都有这些收集数据的风险 当然啦 这些也是只虚忽有 也都突显出 后面那个创作内容那个人 做评测那个人 是真的蠢到家宁一了 他是给这个评测 他是被公司寻误了的情报局报告天才 他应该走到情报局那里 不断地在写 可能他的不生自愿是做一个情报局 不过读书不成 所以要走来做销委会 是 就是个狠居了 真的被人笑 无怪于越来越多人 不相信你的主流东西 不相信你的政府 因为经常说一些 没你那叉的东西 其实都是 可能是一个恶性循环来的 是什么恶性循环呢 就是主流媒体 赚不到钱 很自然就要写一些更为善情的东西 那些东西写得善情 当然是放很多 个人的创作内容 个人的创作 就是不是真的了 不是真的东西 但是你要放在一般的传统媒体上 很多人都懂得分哪些是真哪些是假的 见到你经常报流的 人家就不看你了 人家不看你 你那间媒体 赚的钱越来越少 又要作些更为善情的东西 那久而久之 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对不对 你再作更多的料下去 不是报真料的 就是更少人看你的雜誌 看你的报纸 既然你又再作些更为夸张失实的东西 去到最后 你当事就会倒闭了 为什么呢 现在做传媒做报纸 这么难做就是这个原因 就是那些人乱说 不过就快了 最重要是快 成本低 小步化就成本低 对 善情 黑人 成本低 但是 老实说 如果要看快的 什么就看 X 每天都有东西看 对 在社交媒体 在社交媒体 所以我之前已经有几节节目说过 社交媒体才是主流媒体 再不是那些传统报纸 其实走到今时今日 这些传统报纸 是很难做的 因为第一 你不是真的报新闻 很多主流媒体 或者传统子媒 或者一些电视媒体 他们在社交媒体找新闻 有这么少 那些真可憐 所以现在就出了一个 这么搞笑的 这样的评测报告 就说小米的产品 会收集个人数据 而且小米 也在那份声明 特别说到 他们小米手机上的 应用程序 录音权限 是不适用在 小米的气炸窝 所以它不能够 通过语音指令 或者视频聊天 来到遥控的气炸窝 小米就很斩钉截铁 这样就否认了 这些完全是 只虚乌有的 现在 连英国人 都不信了 其中有网友就说了 就是英国网民 小便想不到 我们国家的杂志 堕落成这样 简直是垃圾 是 另外亦有网民就说 我们现在的气炸窝 都能够收集我们个人数据 简直难以置信 我们究竟生活是一个 什么世界来的 哈哈哈 有这样的疑问 哈哈哈 人们都不是笨的 好在 是啊 所以 因为太无契了 有什么可能才行的 说真的 你那个气炸窝 你收集到 假设你的气炸窝 真的可以收集数据 的话 你的数据 有什么用才行的 你一个人的数据 或者你一个家庭 一家四口的数据 收集完了 那有什么用 有什么价值可言 难道真的拿来 推送广告吗 在这份报告里面 特别提到 你的生活习惯 但收集完 继续就可以推送一个有针对性的广告 然后还要分享给Facebook 给TikTok 这么有趣的 如果真的可以的话 为什么不小米自己 将数据都带了 而且小米也不会将这些数据 转卖给第三方 对吧 不过最想不到 写这些评分的 竟然搞到 好像那些人 写八卦雜誌 是啊 我不明白 你做萧委会这样的杂志 英国版萧委会杂志 搞到这么八卦 那些人就不相信你了 对不对 还有网民还在笑 美国大选期间 有多少选票是因为气炸锅而影响到的 另外一位网民就说 如果那些中国人想听我 怎样和那只猫 谈谈的话呢 麻烦你多谢你来听听我啦 这个人都喜欢玩这只猫啦 是吧 是吧 經常在廚房裡玩貓 另一個網民就說 Dear China 親愛的中國 我可不可以跟你討論有關我們的痔瘡問題 他經常在氣炸窩旁邊 塗痔瘡膏是不是這樣 我不知道 還是吃熱氣多 這次做的氣炸窩太好 搞到每天吃薯條搞到我生自作 搞成這樣 Fits and Chips 墮落到這樣 所以現在只有淡笑 其實還有很多媒體都經常借中國去炒作 因為的確在西方社會裡面 到目前為止 仍然是普遍有敵視中國的態度 而這種態度也是過去幾年不斷升溫 也都是多得這些假新聞 不停地炒作 而最為可憐的就是 這些都是傳統的紙媒 不是說那些網媒 是傳統紙媒做假新聞 所帶來的危害都真是頗大的 我記得之前馬斯克 你也知道 Tesla的老闆馬斯克 他自己也說過 他是不信傳統媒體 還有他也說過 為什麼他要收購X 收購推特 現在變成X 就是因為他是信不過 這些傳統媒體 很多傳統媒體 首先就由編輯篩選了 有什麼值得說 還有在角度報道方面 都出現嚴重的落差 和事實出現嚴重的落差 所以他才收購推特 現在就改名叫X 他說希望可以藉著社交媒體 將一個真實的新聞 推送給人 因為他認為到今時今日 記者的功能 是連一般人都可以做的 例如在一些突發事件 發生的場地下 如果有人看到 你可以馬上拿個手機出來 可以發個帖 或者直接做直播 退送到X這個平台 可以給人一個最為真實的新聞的內容 他的目標是這樣 我自己就認同一半 為什麼我只認同Elon Musk一半呢 因為其實在社交媒體上 很多假新聞的 那些怎麼算呢 假新聞這方面 Elon Musk是這樣解釋的 就是每個帖 你都可以給一個評語 如果大眾認為你這個消息是假的 是會在你的貼底下 顯示一個評語的 所以在這方面 可以做到 互相監察的力量 這些都是很良好的願望 不過我不覺得 是的 這麼容易 因為三人政府 你說不是 那些人都不一定會相信你 這件事才是問題 沒錯 社交媒體 透過社交媒體 來互相監察 有時候都不太準 純粹不能夠100% 可以說是能夠互相監察得到的 因為當普羅大眾 當假設超過九成人 都相信一種假消息的話 那你怎麼去反駁呢 因為九成人都認為這個假消息是真的 所以都不是完全沒有漏洞的 但總體來說 我個人認為 X在對抗假新聞這方面 不是說沒有方法是有方法 但是可以再完善一些 所以相比之下 Facebook就做得差很多了 假消息都仍然是周圍貼的 那好吧 關於這些白痴新聞 今節我們就講到這為止 下節回來再和大家分享其他的話題 拜拜